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來不知道要滾丁床 还是上天堂的台北市员 钟小平 大家好 希望滾丁床 资深媒体员 尚余夫 大家好 时日平安 黄英宗老师 大家晚安 最近大家都受教育小吵很多 阿淼貞姐才知道 原来买比猪便宜 原来才知道 在柯P的努力之下 居住正义已经实现了 OK 那当然又传出来说 民主党本来是不是 明天要拜一个居住正义的讲座 但是 你看 那最新的新闻是延期了 那为什么会延期 可能大家心里都有数 好不好 最近这一波怎么办呢 办了下去 如果每个人都问 那是不是要参选 要选举 才能够买得起 拿4300万现金 去买商办 或是老婆是不是 才能够去看 1.2亿的房子 所有这些事情 就围绕着 一直围绕着柯P 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这一波到底要怎么办 从前一阵子 包括所谓的账 是不是有假账风波 一路到现在 到了现在呢 就是已经变成是盆满 波满 是真的现金满满吗 那选战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柯文哲的人设 十年前 十年以后 到底差别有多大 那能够再拉回 所有小嫂门的心吗 好 所有这一切 不过一开始 要让你知道一下 所有这一切的争议 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非常坦荡 甚或告诉你 你们要问的所有问题 开启者会 告诉你说清楚 讲明白 来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你讲他金满 昨天到英会的时候 有讲说 你有交办你的事情 我跟你讲 站好了 我跟他 来开个 开个记者会 把这些都讲清楚 事前付出 我跟你讲 那个站 还要 还要 还要等那个 我们要看那个 快议师工会到底能不能配 因为那量实在太多了 他没有回你吗 就是快议师工会 要依据 依据找人 来一站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在 那个账到底怎么样了 那个账 当然大家都知道 那个账怎么会是这个样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 我们在节目里面 来宾也讲过 你就委托一个公证单位 不管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或是你要找 那端木正也在那里头 然后那是担任 某一个 某一个部分的执行长 好 不管你怎么说 现在大家 最在乎的一段 反而是 那个买房子 看房子 所有这些 跟柯文哲人设 到底差别有多大 没错嘛 没错 干嘛延期 没错 改名就好了 改成居住正义 正你一亿 就可以了 就可以继续办了 当然是知道 整个的社会氛围都不对了 柯文哲还停留在 所谓的会计师帐 系帐的问题 我们都已经在做 所谓的你的钱 花到哪里去嘛 四千三百万的商办的 营运 有三个问题 要来跟大家来解谜嘛 第一个 你买来到底要做什么 当然他有说了 第一时间就说 我四千三百万买了 这个所谓的办公室 是为了要做个人工作室 个人办公室 拜托好不好 你是党主席 你应该做党主席办公室啊 你党主席办公室 如果你真的要一间 自己的办公室 党部可不可以购买 当然可以购买 财产就在党部里面嘛 我要做社会公益也可以啊 你有个众望基金会啊 基金会可不可以买党产 买财产买不动产 当然可以 这个基金会去买 这个不动产四千三百万 进到基金会 基金会再去买 就不会有今天 登记在你个人名下 到底要干什么的问题嘛 而且我要讲说 这个区位有多好 这个区位就在立法院周边嘛 济南大楼 林森南路跟进南路的交叉口 附近的房子 说真的非常多要卖 因为大部分都租给 所谓的政治人物 做一些相关的办公室嘛 这个地方其实区位还不错 而且离立法院又近 离党部又近 现在的党部又近 问题来 我说现在的党部 他们的党部 他们的基金会 他们的木可公司 不是都要迁到台坡大楼啦 那你全部迁到台坡大楼 你这边设一个工作室 那不是交通更不方便了吗 所以第一个议员 真的是要做你个人工作室吗 如果要做个人工作室 你应该买在台坡大楼 附近才对啊 而且台坡大楼 明明就有你基金会的办公室 也有你党主席的办公室 你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个人工作室 所以你买来做什么嘛 第二个 你跟谁买的这很关键 到底跟谁买的 当然会跟所谓的金流有关系嘛 被人家查出来 这个房东啊 说柯文哲是拿四千三百万的 仪式现金 我就先不知道 因为是仪式嘛 有可能户头 反正就不是贷款啦 直接一次付金 这边有贷款啦 一次付金 重点是租客 你不是说你要做个人工作室 你要做自己的办公室吗 如果有租客 你为什么要买这间 例如法院我很清楚 很多在卖的啦 不止这一间嘛 有租客的地方 一定会先排除嘛 因为我还要跟租客去协调 这有的没有的问题 人家如果就跟你说我不要 人家就说我不要 我就要去约买 对对对 这样就很麻烦 你就一年两年要得等嘛 还有很多蟑螂是 所谓海蟑螂 是故意蹲在那边 我就不搬 来你来协调嘛 所以这个租 所谓买屋 第一个看的就是你的租约 你的租客好不好 所以柯文哲 你认不认识这个租客 一定要认识嘛 否则你怎么去跟他协调 未来租约的问题 未来是不是得续约的问题 这个租客叫做先发新业 是一个姓贵的嘛 大家去查一下 他的背景就知道嘛 我不相信柯文哲 你不知道 现有的租客 就叫做先发新业 问题来了 先发新业 不只是只有一个董事长 他有一个姓贵的董事长 另外一个投资者 叫做李天夺 等一下中小评 会补充更多 李天夺这个人 跟金华城是有关系的嘛 而李天夺第一时间被发现说 李天夺这个我们也都认识 也蛮常上政论节目的 他说我没有没有 我被人家借名字 去做这个股东 他不知道 这家公司只有三个 所谓的投资人 有股份的 有四个董监事 但是有三个有持股 又有六百股 他持两百一十股 贵也 这个姓贵的也持两百一十股 总共这两个人 加起来就是超过一半 可以决定事情嘛 然后你是跟姓贵的这个董事长 是同样持股 你说你不知道 那如果你明明就知道 你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 要撇清这个这一层 你跟这个租客的关系嘛 大家都质疑 柯文哲 你买这个房子 跟谁买的 到底跟金华城 有没有关系 就已经全部联系来嘛 跟黄国昌的联联看 如果以黄国昌的标准 早就已经咆哮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柯文哲你必须讲清楚 这一栋房子 跟金华城购买 有没有关系嘛 另外就讲到 买的钱的事情嘛 说真的 如果是好朋友购买 还可以省四%加一%的 所谓的房仲的费用 可以省五% 应该更便宜才对啊 如果是八十万 我可能是七十八万 七十七万就可以买得到啦 因为可以省掉中介费嘛 结果 他是该区位里面 最高价格得标准 购买者 他整个把区位的行情全部提高啊 整个原本的平均价格 都落在所谓的八十万 每瓶八十万以下 他却用八十八点二万 四千三百万 去购买了将近四十八瓶的房子 到底 为什么那么高价 你是急着买 急着买才有高 可能就买到高价 急着买就不会跟人家溢价 通常开这个价 你通常会杀个一层啊 杀个一层就会落到 所谓的八十万以下 而且你会看所谓的 附近的所谓的方向 你一定会问附近行情 大概多少啦 所以你是不是急着买 甚至 二楼跟三楼是最便宜的 定楼最贵 第一个怀疑就是 第一个怀疑就是 急着买嘛 第二个怀疑是不是故意 拉高行情 转手你就可以赚差价 这是第二种怀疑嘛 不管哪一种怀疑 这个价格就显然不合理 你为什么要急着买 你为什么要用 这么高价的情况下去采购嘛 所以现在客问者 完全不说明清楚 他只说一件事情 就是我用我的选举 补助款来买的 不说还好 一说小草全炸锅 原来你割小草发大财 购商办 而且去逛豪宅啊 逛豪宅你还没买了 这已经叫做既成事实 如果逛豪宅叫泛逸的话 这个叫泛行嘛 小草本来已经说 我捐给你的钱 你给我去逛豪宅 已经忍受不了了 结果你是泛行以泛 已经购买了 四千三百万的豪宅 你现在讲选举补助款 好像是你自己的钱一样 我要讲的是 那也是小草 一票一票投给你 一票三十块 你累积起来钱 等于是每一张投票的人 都捐给柯文哲三十块嘛 你才用这个钱去买这栋 所谓的商办嘛 所以柯文哲你解释说 是用所谓的选举补助款去买 当然是你的钱没错 党部规定也是说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要给所谓的候选人 重点来了 这个党部的规定 总统候选跟县市长 非常不一样 第一个 他已经跟以前两次的市长选举 完全不一样 2014年2018年 你是五党籍 所以你的选举补助款 完全归自己的户头 你就是房贷 可能都是你自己的私人处理的部分 但是你今天已经成立一个政党 这个台湾民众党成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你柯文哲选总统 所以你已经是政党推荐了 这个所谓的过去候选人 尤其是候选总统候选人 跟政党之间 因为这钱是进到政党里面的 总统候选人都会在选后一个月内 去承诺他说我拿了多少的补助款 我要做什么用 柯文哲有没有承诺 有 他有说明 他要给党部使用 给党团使用 给地方党部发展党务使用 有没有说你要买购买房 好赞 没有 没有购买房赞 没有嘛 所以你的政治诚信 你没有事先跟大家说明清楚 你要买这栋所谓的商办 而这栋的商办 党部你钱就这样给他了吗 钱就这样给他 他就去拿去买商办了吗 你民众党整党都要为柯文哲 这个个人心而负责嘛 你民众党整党都要为柯文哲 这个个人心而负责嘛 你已经不能一推二五六 就是柯文哲私人的事情嘛 因为钱是进到你党部里面来的 最后要说柯文哲 为什么说一定是政治 所谓的选举补助款去买的 如果他不说是选举补助款去买的 他根本没有钱去买这个 所谓的商办 他的存款叫做两千五百万左右 两千五百万 你拿现金怎么买四千三百万 你一定得说所谓的一亿亿的选举补助款 去买了这栋 而且你现金捧去买这栋 所以他在所谓的未来有可能的财产来源 不明罪跟政治诚信的破产 他选择他的政治诚信破产嘛 因为如果我到最后没办法解释 我的财产是怎么来的时候 我可能还会犯刑嘛 我会犯罪嘛 所以他选择干脆我就用所谓的说法是我的选举补助款 但是即使是选举补助款 大家信不信 我刚才讲的这些疑虑 大家还是不相信 所以礼拜四如果你要开记者会 请给大家三张单据来证明 真的是用选举补助款 第一个 你的党民众党给柯文哲的钱 进了哪一个账户 这是第一张单据 第二个 就三分之二的那一块 对三分之二七千三百万左右 七千多万有没有进到某一个账户 一定是你柯文哲的账户 第一张嘛 第二张 这个七千三百万的这个账户 是干净的账户 还是原有的账户 到底是什么账户 他的金钱流向 有没有流出四千三百万嘛 这个四千三百万的流出 流到谁的屋主的账户里面嘛 这个才能跟大家示意 你真的是用选举补助款去买的 而即使是用选举补助款去买 你的政治诚信也完全破产 义政 请问一下 柯文哲一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我在节目都讲 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人设 做的跟蓝绿完全不一样 然后把蓝绿都骂到 骂到跟什么一样嘛 但是现在回头去看 包括连选举补助款 蓝绿都没有人敢这样干 没错 但是他现在就是做了这一段 尤其是大家会比较 2014年2018年到现在2024这一段 中间差距到底有多大 譬如说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他关账嘛 然后譬如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 说用贷款选举 请问一下2018年贷款选举 怎么会出现这一招 2018年的贷款选举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 2018年选战打的时间比较短 花的钱也比较少 因为他最后一个月 才进入选战期间嘛 因为他是现任市长 我每一个现任市长 一定先用完市府的相关的行销资源 所有的新闻也好 宣传也好 这都无可后悔 因为每个候选人都是这么干的 但是最后一个月还得花钱啊 因为你已经不能在市府 你已经要辞掉所谓的市府 请假嘛 所以你必须入选战 选战的期间大家都开会 开会的时候说 竞选经费怎么办 总不能要我老婆 真的去抵押房子吧 我就帮他算了 说市长其实没那么严重 为什么没那么严重呢 因为你的选举补助款 我有估算过六十五万票 因为那时候 姚文芝大概都没有十五%以上 所以我估大概 他可以拿到六十五万票 有二十万票会被姚文芝分走 所以六十五万票 刚好是两千万 结果他果然就说 第二天 不是第二天 几天我不知道了 就马上对外说 那个时候农情密意 出主意 所以是你出的主意 不能说我出的主意 因为总是要有竞选经费的底气 他都说我拿我老婆的房子 去抵押了 陈佩琪很生气 这一出就是演出来的 因为都精算过 因为六十五万票 其实等于两千万 所以他后来拿到五十八万票的时候 还蛮生气的 因为少了七万票 七万票 简直是等于是两百万 他的两百万 可能他的贷款 就不能完全还清 必须另外再补两百万 但是我要讲的 他这招有没有用 还是有政治现金啊 还是有相关的捐款嘛 大家还是会资源给你嘛 这样一喊 我用我的陈佩琪的钱 来抵押来打选战的时候 他就可以有底气 去募集相关的款项嘛 所以到最后 不但还完贷款 而且还有剩余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的政治现金 十年之间 他从所谓的四百多万 现在变成两千多万嘛 其实两次市场选举 你如果算的话 大概就是四千多万的 一个所谓的选举 选举的补助款 这些选举补助款 还完房贷之后 他的存款还增加了 一千多万 OK 客观者经过几次的选举 如果要把账 全部都摊出来算的话 那个收支之间 包括他现在的房子 几乎都没有什么贷款 这中间到底是怎么还清的 然后包括过程当中 刚讲到的 选举补助款有多少 所有这些账 客观者这次要挽回 所有包括在小草 生活中间选民的心 可能要把所有账 全部都离开 然后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一扇刚前面所讲的这一段 观众朋友都听得非常清楚 只有中间有一小段 一扇刚讲的 小草一票一票的捐 捐了以后一个人三十万 讲精准一点 小草们一票一票的投 投完以后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纳税钱 一票出了三十块 所以我们大家当然可以问 虽然选举补助款 是要给你的 但是我们当然大家就可以问 因为都是由纳税人的钱 全部拿出来算这一段 好吧 可是刚刚特别提到 好 因为李天柔先 天柔哥在节目里 他也会上节目 他在节目里面以前 然后我看到今天媒体上 他说第一个他不认识 他跟那个姓魏算好朋友 可是他不知道他是股东 然后有议员直接讲说 那是2017年 他有没有跟包括威京的 沈青青 他们有吃过饭或什么 那大概描述是因为这个样 但小屏 这整件事情 这买商办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跟金华城这件事情 要连上像这样的一条线 他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 包括他买房子 你说柯文哲买商办这些 可是大家所有知道 买完商办 他太太还在看房子 然后所有这些事 譬如买商办是在五月 这些时间序如果拉起来 你看得出有什么猫腻吗 要从时间序 从四月八号讲起 因为插了两天 监察院退的那时候 他没有办法收你这个账 你去改 你改三个月 那四月八号他知道 他老公不可能再选总统了 所以夫妻就联手要抢钱 就北风北的嘛 政治生涯 那就是要入带为安 所以四月八号监察院退监之后 五月十号就买办公室 然后五月十六 智瑶公司成立 你要把木可的钱弄过来 然后智瑶公司 大概要申请三个礼拜 就换句话四月底 就差不多在跟商业处登记 公司登记 然后四五六七八 都在看房 那看了什么房 看了第一个办公室 四千三百万买的 什么把钱算一下 真的很满手是钱 第二个当初 这个如果没有东窗事发 如果也买了这个 他都给现金嘛 没有买那个 那叫做原历的 这个群英 大厦 一点二亿 那要有七千万的现金 一点二亿 他会全买 还会受黑 什么东西 一点二亿的贷款都不要 他四千三百万没有贷款 那为什么一二要贷款 钱多嘛 好 我还没讲完呢 又看了仁爱路的房子 又看了信物的房子 又看了我们那个 林仪街的房子 多少钱 他都有看 我没有说他买 好 所以他就看了就是 他就是爱房子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要付现金什么 很简单 买手都是钱 转成房子比较安息 你知道吗 不然钱放哪里 那么多钱 可是房子很容易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房子登记 而且我还是要讲 因为柯文哲 大腊了 房子是登记在他名下 他也没有登记在别人下 表示他就是要告诉你 我不担心你们知道 我也不担心你们查 不是不是 是因为他老婆 很喜欢把房子 登记在他老婆的名下 他这个4300万不先抢下来 其他钱都用完了 变成房子 他万一买了又在他名下 这个不抢的话 4300万这个办公室 也在他名下 那不是跑路啦 如果吵架的话 这个先预测 我说夫妻的 所以我先把时间续 什么都讲完了 他干了这些大事 讲李天夺 李天夺是谁 李天夺是黄复兴的中央委员 然后沈庆经的地理 叫沈庆光是谁 是黄复兴提名的当选的 中常委 他们四个不是被拍到 2017吃饭吗 沈庆经 沈庆光 朱雅虎跟李天夺 里面故事 可好玩的 我跟你讲 好这四个吃饭 四个好朋友 没问题吧 然后李天夺 也是那个姓贵的好朋友 对吧 那沈庆经是大老板 沈庆光就是黄复兴的中常委 然后朱雅虎 朱雅虎被郝龙兵 踢出群组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沈庆经 沈庆光 是不是跟郝龙兵是 那四丑 从双子星到金华城 好 那朱雅虎是 好龙兵叫朱雅虎叫小老虎 他是兵役局局长 少将 退役以后就当局长 那他们有个群组 就退休政务官 以好龙兵为头嘛 前市长跟前政务官 他为什么被踢出去 一 他去沈庆经那边上班 二 你在一个月领多少钱 四五十万 那为什么 因为他十几家公司的人头的董事长 包含 钱就是金华城 尤其申请的公司 包含这一家 你们十几家里面其中一家 他们关系够密切了吧 那好龙兵就把他提出那个群组 因为你跟我四不两立的那边的 然后金华城 然后你还在那边领几十万 那就非提出不可嘛 所以我讲重点是 沈庆经 沈庆光 朱雅虎 李天朵都非常熟 都是森兰外省人 然后黄复兴的系统 所以这关系是简不断理海论 我讲第一件事 金华城的关系 沈家跟他的关系 第二 你去买了这个园吏 这个群衣 那没有买去看 看看对不起看 再跟正跟正 不然全部就告我看 好 他替园吏做了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 这个事情可大了 我跟你讲 这个国发院是不是一万三千 就是你们当初国民党的国发院 我当初一直告 一直修理 我去修理他们 那后来 木炸那一带那一块 我过程我不谈 那马英九把它卖给 举世华人 马英卖掉 机关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 住三 最后 那党产会一直 一直警告说 利润市长都不准给我去 发建造 2019谁发的 柯P 所以他跟原力关系深不深 我不要说 他没有买 我没有办法追了 然后那个原力跟这个 就是 简单讲 他这个关系是千丝万缕 然后这么多钱 到底有多少钱 我弄个大水户算一算好不好 他说他可能手上超过五亿 简单讲他这个关系是千丝万缕 然后这么多钱 到底有多少钱 我弄个大水户算一算好不好 他可能手上超过五亿 来我算给你听 第一个 他是不是收入四亿 警察院报四亿吧 那报不掉就不报 你说选举 选举的时候 政治现金 那是政治现金 第一笔四亿 那你认为他支出三点四亿 支了多少 我认为只支一亿 都灌水嘛 大象都灌水嘛 那四亿减一亿 是不是第一笔 这路叫三亿了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叫什么木口公司 他欠人家一千三百万 就是我最低 第一年的制作 他都卖很多倍嘛 一千三 我们就算个五千万一亿嘛 那就四亿了 第二笔钱 第三笔钱 你有一点一亿 那就五亿了 我还没讲 我还没讲到那个 一点五亿的 那个一票五十块的 政党的补助费 那个直接进政党 那这个不要算 不要冤枉人家 这不要算 他也会觉得你冤枉人家 我觉得我有我的专业的判断 现金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票三十块 对 我讲一票三十块 是他的钱嘛 一票五十块 我就变不抬了 那现金 一般现金他多少 他今天报不掉 非报到监察院的四亿 现金如果捐现金 揣测了 依他常年的习惯 如果捐那个三成四成 在总收入的时候 那又多个两三亿 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在公开台面上的 没有 对 我讲说一般人的习俗 会知道他有 他就跟你讲没有啊 他不收 可是我们可以评论 因为他以前 台北市长的时候 选就收现金 跟第二个评论是 我们有些人就是不要报嘛 给你现金 你就只要不超过多少钱 两百二十万 那个一个门槛 你说赠予的 赠予 没有超过赠予的门槛等等 所以一看哇 他这轻易超过五亿 他的钱 那现在还是鬼月吧 鬼门关还没关 那雷诺 在鬼门关出来 跟他见面的话 雷诺也承认他 你在香港那个五亿 他超过五亿 他就叫他一声大哥 所以雷诺年纪大 他就厉害嘛 他就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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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怎么可以做这个事 比蓝绿还夸张 这么小的政党 然后高举正义的大旗 高举居住正义 你干了什么事 他结交了太多土地财产的朋友 所以干这个事情 我认为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该告我都告了 今天也告了黄珊珊 前面也告了柯文哲 那我告了很多次嘛 别人就说我是被议员耽误的邮差 还一直按理申告 对 所以我们继续追 有权总之按错零 所以 所以你看 你就要开什么记者会 什么下礼拜开 我讲这几段 几一的东西 你怎么搞得清楚 不是 小平 如果照你刚刚那样讲的话 第一个 你都告了这么多人 包括柯文哲 你告了这么多案子 你如果质疑说 他是不是还有一些现金 不是浮上台面的 或是有那些 那为什么不连这个 包括到监察院啊 所有这些去 包括检举的告发的 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些 你鼓励我去告一个 我不是鼓励你去告 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就 你没有拿出那些资料 或证据 人家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相信这一块啊 你又告了他这么多 你就干脆连这个都告 让检察官去查不就好了吗 我看有空再去告一下 终告一次 要不然的话 你哪天滚钉床 一副一副 巴不得看你滚钉床 你喜欢看我滚钉床 你觉得要滚床就好了 滚钉床 小平 你觉得你会不会滚钉床 不会 这没有把握 不会 真的吗 从政生 在那个一五一十多招了 我准备滚钉床 好 我们等一下反正要 聊到这块 我们等一下要进化 对 现在看起来的话 因为包括所有的 我刚刚讲 选举辅助馆 本来就是 如果真的讲的话 他就是说 哪一条法令 说我们能用 是我的 他们的党里面的规章 也说三分之一规 那三分之二规 虽然1月18号 他们的发言出来 讲的时候 完全没提到 是这样的一个使用 可是他就讲 这到底哪里不对呢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回头去看 柯文哲一段 会觉得说 对小草会不会太情何以堪 所有的这些 所以你们自己站在 你们以前 绿营 从2014跟柯文哲之间 一路相互相整 到现在 你们现在看怎么样 我觉得柯文哲他很敢 坦白说这个 尤其是总统大选的 这个选举补助款 我相信包括国民党 都没有人敢像他这样子用法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质疑 我举例来讲 像赖清德也有这个选举补助款 选举补助款 清清楚一点六亿 三分之一回捐党部 三分之一用在创党党员 跟这个青年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奖助学金 然后另外三分之一 就是公益 那公益包括像他 我举例来讲 他今天早上去这个深坑 看了那个总统教育奖 有一个学生练角力 练角力那个鞋子都磨破了 来就就拿这个钱来 来补助他们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清清楚 而且账目不会说什么 拿四千三百万去买自己的房子 所以我针对这件事情 我是打一个很大问号 这四千三百万 真的是所谓的选举结育款吗 我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这个柯文哲 不要小看他 我从来不敢小看他 选举结育款不可以 不是选举补助款 是不是选举补助款 我举例来讲 他的选举补助款 四千三百万 这个部分 例如说你有这个四千三百万 然后你现在去买房子 你可能只是被骂 道德方面有瑕疵 就说你怎么选举补助款 是这样用 怎么这样用 坦白讲 他说那我就这样用 你能好怎么样 就这样 假设他就这样混过去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用的话 我就问 一般来讲 你要有这个 你为什么要用现金 你可以用转账 如果你觉得这中间合法透明 你就转账 所以这笔钱照理讲 是清清楚楚的 可是他现在讲说 这笔钱是现金交易 现金交易 今天也有人讲说 现金四千三百亿的现金 你观众扛 你要怎么扛 所以第一个 我认为这个部分 我认为这四千三百亿 四千三百万 四千三百万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例如说 监察院七月份出来的公报 柯迎配 他当时申报的收支结语 是六千六千三十万 那他实际账户的余额 是三千三百多万 那你把这两个相减之后 再加上 你要跟时乐 他的这个所谓的九百一十六万 加起来总共有 三千六百四十几万的 这样的一个差额 那会不会是这个差额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这个金额 去补这四千三百万 我不知道 但目前我们知道 光是这个政治现金的结余款 就有很多的是 这个流向不明的 所以我认为 柯文哲以他的聪明才智 他一定想说 算了 干脆 干脆说这个是选举补助款 补助款 反正这个本来 这没有法律上任何问题 归我也没有法律上问题 但是道德 道德上可能会被骂一骂 所以我认为他有可能在 散避这样的问题 否则的话 我讲实在话 这个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尤其你要知道 这个民众党 他一项标榜 就是居住正义 中智年轻人 那所以你看 他这过程中 包括那个时候 到我们党部前面 去什么 说丢巴勒 丢巴勒还说 为什么民进党 没有拿那个美子粉给我 那我的天啊 他当时诉求 也是说 这个什么居住正义 跳票等等啊 可是大家没想到说 他在办那场 这个会议之前 他已经买了 这个四千三百万的 这样的房产 那个钱从哪里来 好 那如果他觉得 这样的一个诉求 要打动年轻人 或者说 他这四千三百万 他坦坦荡荡 那他就继续 维持他这样的形象 可是让我觉得 吓一跳是说 他们本来要办一个 这样的一个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 叫做居住正义讲座 他还是有一个 这个民间的 这个都市改革组织的 秘书长彭阳凯 亲自来办这个讲座 这个讲座 当然就要诉诸 所谓的这个居住正义 他们要推动 是所谓的 社宅轮后制 大概就说 包括社宅 可能要怎么样来轮流 让大家可以有 雨露均争 更多的机会 那这个 这样的一个座谈会 坦白讲诉求居住正义 对小草来讲 也很觉得 就是说 你这个有在关心我们 对民众来讲 这很正面啊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突然 他发一个活动延期的声明 我们看也是 这个活动延期声明是说 原定于2024年8月28号 上午的11点 在台北市议会举办的 这个居住正义讲座 我们因为有重要因素 所以延期举办 请问这个重要因素是什么 这个重要因素就是说 你看了1.2亿的房子 买了4300万的 这样的一个商办之后 让大家觉得民众党你真的是在讲 所谓的居住正义吗 你所谓的即使好 即使退一万步讲 就真的是选举的补助款 你选举补助款是应该这样用的吗 特别是总统的部分 不过这几件事情 反正居住正义讲座也延期了嘛 OK 那个氛围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延期 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明天办这个居住正义的讲座 不讲多 我不知道好了黄一忠 会不会就跑到现场去 就直接去问一下居住正义 然后去拿那个来用 会不会有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论坛是一个很棒的 就是说会透过明天这样的媒体的聚焦 让这个社会大家更认识 什么叫做社会住宅伦后制 是不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伦后制 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也认为那四位议员 其实这个时候你其实更可以 就是大声的跟大家说 我们民众党还是支持居住正义 这是一个好事啊 就柯文哲A钱是他家的事啊 他没有A钱 你不能用这个字 柯文哲有钱买房子 OK 那是他的事情 但我们四个议员 我们一样会照顾这些小草们 我觉得很好啊 四个议员跟主席切割 那是他的事 你知道因为最新的静周刊 小草的民众党的制度还有14% 虽然年轻人大跌17% 但是还是有十几% 还是相信民众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不是我照人家讲 那为什么要言 所以不需要确战 这时候你反而确战 小草会更失望 说那你们在怕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啦啦的 清楚的去讲这件事 可是讲到这个 同样的你那样的逻辑 如果要是照你刚刚那样讲 这个继续往下办的话 那可以表示说 他们还是在乎居住阵营或什么 如果要是照你刚刚那样讲 这个继续往下办的话 那可以表示说 他们还是在乎居住阵营或什么 来一中从事情发生到今天 不讲说这样的问题 光讲买房子跟所有这些 到今天你有听到哪一个民众党的公职人员 地方的议员立委 你有听到哪一个人站出来 针对这件事情 说了一段 就是像类似你们刚刚大家讲的那样 有没有听到哪一个 你就看黄国昌就知道了 记者有督发买 还好容易休息了两天 从美国回来那么辛苦的 准备两天应该可以 他就门一关就进去了 有啦有一个江和书 在台中市党部的主委 也是他们的议员 他说他要开办庙口开讲 然后欢迎大家来 我不会告人 那动作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立头恰恰恰 虽然够死命 就是说党主席他游滋滋 但是底下这些地方 对地方这些民意代表 他们还要2026还要选择 刚才要问这一段就是 如果说发生了这么多的一些事情 包括民众党的 所有的公职人员 民意代表 包括委员 包括议员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 大概看到今天所有这些状况 心里面大概 一定有自己的一些定见跟讲法 但是你几乎不会听到 有人讲这一段 阿妙直接来讲了 未来大家都要选举吧 大家都要选举 都会面临到像这样 如果被问的话 到底该怎么办 有人说当柯文哲 拿选举补助款 大拉直接买 我昨天再怎么讲 不要告诉我 那叫个人办公室了 法律只有一个名词 叫所有权 民间只有一个名词 叫智产 那我不管你叫什么 他说白话文 就是这个样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有人说是因为柯文哲 觉得他不会再 像小平刚讲 可能不会再进逐大位 或什么这些 但其他人总要选吧 那未来该怎么办 对他们来讲 其实我的看法 跟益中比较接近 就是因为这个居住正义讲座 也算是我议会的几个同事 他们要办理 我觉得他们非但不该取消 甚至应该要网路直播 如果有人提问 问到他们党里面 这些钱的种种争议 他们就讲 他们认为应该怎么改革 我觉得这才加分为什么呢 因为改革这两个字 算是白色力量的根 假设说你今天给人家的印象 是从改革变成反改革 是从街币变成包庇 那你这个党的印象就完全完了 可是你这样等于在打脸 你们党主席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们这几个议员 其实在议会里面 现在也选上了 做了几年了 他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政治智慧师 不是去给人家斗争的想法 而是你要展现出 你有本事解决问题 像黄国昌现在遇到的困境就是 他给人家的感觉是 他怎么没本事解决问题 因为他不是很会调查吗 他不是很会揭蔽吗 他不是很会梳理金流的走向吗 那现在你要就党 最简单的 因为他是一个跟这些选举账务无关的人 他大可以自动请英说 不然我来主持调查 因为黄珊珊是总干事 李文中是财务长 他们都跟这些有关系 查出来之后 清清楚楚告诉社会大众 不只他个人加分 民众党也等于被他救一次 对于这些年轻的议员来讲 他们当然更不可能去碰到 进办的财务嘛 他们哪能管到那些 他们也不可能去碰到 柯主席个人的家务事 但是他们至少可以讲什么 他们可以主张说 比如说下次民众党提名总统 这个总统选举补助款的规定要修 不是三分之二归个人 应该要归党务或智库这些 他可不可以讲可以啊 他们是这个党的党公职 选上的人 你不能给人家一种印象说 哎呦怎么这些民众党的年轻人 遇到自己家里面出事的时候 一句话都不敢坑 因为这对他们的形象 反而是更伤的嘛 尤其是像现在我看到 这个民众党里面 有些这个柯文哲粉丝还在护航说 阿伯为什么要买商贩 我昨天看到我真的跌破眼镜 因为他说买笔租划算 所以阿伯要用买的不要用租的 我看到我就真的吓一跳啊 如果现在社会真的是买笔租划算 那不是人人都可以买了 那还有什么居住正义的问题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抗议 就是你怎么可以把这个黑的 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 就为了护这件商贩 我觉得是不对的 至少今天这些民众党的年轻人 他应该出来对自己党的家务事 可以发表 因为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外人嘛 不要对他们家务事只是点点 那他们自己总该有资格讲嘛 如果说连这个都不敢 就像黄国昌嘛 他回国之后po一篇文 第一句话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这个现在社会都在问啊 社会都在问民众党 不是吗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结果下面完全不敢说 只讲原来下面是在讲 他这些国会 这个po文只有一半而已 我其实有去看他这篇文章 让我觉得最妙的是 他这个第一会期的国昌报告 的文案里面啊 竟然没有写到 他最引以为傲的国会改革 他没有写他推动立法院 职权行司法和刑法的修法 他没有写他在宪法法庭上辩论两次 然后这个玉树临风 神采意义的护航的这些法案 竟然在他国昌报告 推销的文案里面都没写 OK 因为整件事情说实话 那对于不管是白银 或是对柯文哲主席来讲 十年前一直到现在 那当时让大家觉得台湾政治 是不是真的有一段的清流 可是这一段清流到现在的话 因为这么多账的问题 买房子的问题 所有这些是真的就溢于糊底 会变成这个样吗 一波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 包括有一些金流的问题 大家现在在爬梳所有这些 说实话 我们等于是全民查账 其实科学者真的应该负大家 看你的快捷师你们要怎么负 大家在帮他们查账 查成这个样子 怎么会这样呢 全民查上检察官也在帮忙查 检察官也在帮忙查 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嘛 你柯文哲申报的时候 最简单的 他的收入是四亿多嘛 支出是三亿多嘛 然后结余 这账面上看都对了 结余六千多万啊 但是专户里面只剩三千多万 那我今天还特别请教博雅 我收现金比如说一中签给我五万块 我是不是一定要存到 一定要 一定要的话 1月12号不是就结束了吗 对啊 你再存进去你申报的时候 这个申报日期是4月7号 那为什么还会短缺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说这三千多万到底短缺在哪 对啊 三千多万还差了两千七百多万啊 你的户头应该还要 还要有两千七百多万都才对啊 加起来才是六千多万啊 你要跟十二的你要加上去 我先说这一张 我先说这一张 理论上你觉得这张报出去 应该是收支之间 所有的包括账户 你看他练收入支出结余都对 都对你看这一边都对 但是你看这一边都不对 专户怎么只剩三千多万 那你专户不对啊 你应该还有两千七百多万加三千多万 你才是六千多万啊 那才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还特别问博雅 这个问题为什么 你要不要存到专户 一定要的话 那一月十二号就关账了 那你是四月七号申报 四月八号被打回票 四月七号申报 那怎么你的账户里面 会少两千七百多万呢 一夫的这一段 如果连我们的活化石都觉得这一段 那因为三位都选举嘛 三位针对这一夫的意思就是说 账面上面的结余 跟你的专户上面的结余 现金是不对的啊 是不对的 不对的啊 三位有没有什么解释 就算做假 做假也要平衡好不好 你觉得应该是要平衡吗 照所有人应该 因为报出去是平衡的嘛 没有人会送出去的啦 有一个状况可能会不平衡 比如说有这个零用金制度 有一些可能便当钱要用现金付的 比如手边也许财务会有个 随时五到十万零用金备贷呢 从专户拿出来 这个差了两千七 所以唯一我们遇过看过 就是那种零用金 下面要写一行字说 余额跟纯步数字不合适 因为有多少现金在手边 但差两千多 加起来要相等 所以这张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有两千多万现金在外面 OK 等一下 就算有两千多万的现金在外面 那个也都要有单据 一样要有单据 那一比一比都要清清楚楚的 那我现在是质疑这样 我认为民众 拿来做一个损害控款 他把这个东西就直接 讲说四千三百万 就是选举捷捷款 选举捷捷款 选举捷捷款 你们就不要再问了 但是这四千三百万 如果去追他流向 如果是不明的政治现金呢 那不一样 那个问题也大 如果用现金买的话 如果是用现金 这个不明的政治现金 那有可能牵涉到各个面 各层面 包括金华城 各方面 这个东西 这个想法问题太大 所以真的要查清楚 我觉得他自己要讲清楚 当然你就说 我只是讲这一张 当然 你要你一面被灌了916万 那相对你 扣除支出916万 你是不是账户里面 应该要多出916万 也没有啊 也没有 当初开记者会 不是只有你要跟时乐 916万 还有另外两家公司 各被灌了三笔 一家公司叫木壳 一家公司叫另一家公司 所以你看 这整个金流 先谈光看这一边 你就知道问题对不上了 你不用再谈其他的 检察官 不是说吗 有四笔金流不明啊 1300万啊 那我们一听到这四笔 1300万直接只想一件事 木壳授权金 刚好四笔 刚好1300万 那金流不明 什么意思叫金流不明呢 我有出账 木壳没有入账 很奇怪 如果我没有出账 结果木壳里面作账有入账 那钱跑到哪里去呢 如果压根根本就没有 这笔钱根本就没有进出 那这笔钱又跑到哪里去呢 金流不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有进我有出 那金流很明确嘛 为什么会 检察官突然来一个 是比金流不明 柯文哲要用4300万选举补助款 结案 你要看检察官要不要结案 检察官不查吗 所以你柯文哲这样讲的时候 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存在 我不知道 因为很简单 他也不能有其他理由了 因为只有这个不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 当林延峰 当林延峰把你儿子的房子拿出来 把你老婆的房子拿出来 都在没卖 没卖 你一点都没有卖哦 然后我把所有东西 如果你拿房子去贷款抵押 很简单 检察官也是一封信就过来了 他有没有抵押贷款都可以查 为什么会说4300万选举补助款 因为他也没有抵押贷款 我很敢保证 否则他可以说我房子拿去抵押 他没讲 他也没讲 那你现金又不够 你怎么啦 然后你说我跟人家借钱 哎不对啊 你这么有钱啊 你选举补助款都有一亿多年 要跟谁借钱 金主吗 金主吗 然后又又去跟金主借钱吗 很奇怪啊 因为你有补助款7000多万在你手上啊 嗯 那换言之 很多理由都走不通啊 很多理由走都会出事啊 OK 那这只有 只有选举补助款啊 只有选举补助款不会出事 但是 你认为选举补助款不会出事 并不代表检察官调查出来不会出事 你说的不见我一定要信啊 检察官当然也会去查嘛 所以你这整笔的金流的状态 大家都在想 很奇怪啊 某一种程度上很奇怪啊 五月到底发生了多少事 嗯 第一个五月 北检金华城北市颗列他之案 嗯 柯文哲被告 五月你儿子成立公司 五月你买了商办 五到八月你老婆去看了豪宅小宅 然后你所有的官司案 什么最大的争议的案子都都在那时候爆发 然后你的推荐是四月 四月多被现场员推荐 你还在厘清你的账户的过程当中 结果噼里啪啦 看豪宅看豪宅看小宅看小宅 买办公室 现在我觉得民众党最有公信力的就只有陈佩吉 嗯 因为他告诉你我去看办公室啊 嗯 我去看豪宅啊 还有小宅 我去看小宅啊 他完成了三分之一啊 办公室买了啊 所以你说那个调查 我觉得那个那个友台那个那个周刊调查 今天应该把陈佩吉可不可惜应该摆进去 我现在觉得他最可惜因为他看了三千 他说他看了三个啊 办公室确实有看啊 掩埋了啊 嗯 那金流的问题继续交代吧 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对所有这些你又会往回头去想 我让观众朋友看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是 尤其对年轻人来一种小 年轻人小草群 当初最近大家在讨论第一个 选战打到最后那一段的时候 请小草大家懂内 大家现在会回头去看那个时候其实资金水位 也没有缺到这种吧 我不知道也许选战他预估会这样 但是现在看起来节约这么多 包括11月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0月15吧 签六点协议的时候 11月15 那你们都在嘛 这几位都在嘛 当柯P在我们节目专访完以后 然后包括回去以后 整个党里面是不是真的都翻过来了 然后后来柯P有一天大家在喊着不放弃的那段 你还记得吗 让你先看一下 来 从这以来我听过最感动的一句话是 只要别不放弃 我们都不会放弃 只要你们不放弃 我就不会放弃 所以 加油 我们打死不会跑 有没有感动 真的 小草不放弃 阿伯有放弃 柯龙在这里 现在网路上大家都在帮阿伯照剧 连木兰丝都可以改成木可丝 东势看豪宅 西势买商办 南势割小草 北势有弊案 这跟他看起来厉害 然后我也只要如法炮制 我也小弟也行 对对对对 因为本来大家不是说他是三宅 这个要押韵这个都没有押韵 有有有 他有 安之遇 本来大家说他是三宅一生 那昨天爆出来是四世如意 那现在我在想说 如果他还有第五间的话 那就是学富五居 开始设施高 现在变成是大家在网路上都拼命帮他造句 那我觉得我自己认为 柯文哲这一连串这十年来这样的过程 其实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从一个台大地下室四楼 就是被发配边疆的 当时他背后办公室挂的是什么 毛泽东的长征延安图 然后一路爬爬爬爬到现在 就欢迎已经买下了一个商办 而且旁边200公尺内 还有那个原力的豪宅 所以在一连串的这个过程 就其实一个非常励志的 寄生上流的过程 他怎么样寄生上流呢 最初2014年一季 吸血民进党 就是寄民进党的血 所以那一年2014年 台北市长是不是击溃连生 然后大胜 有 后来民进党要来看破他牙齿 所以第二届连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民进党不跟他合作 现在吃巴勒还来要梅子粉 我就在想到 他那个时候很在意啊 我觉得那天简直是莫名其妙到一个极点 来下面踢拐 你用你讽刺我们执政党为了承受 你讽刺说巴勒也就算了 竟然来说 民进党怎么没有收梅子粉下来 结果他那时候自己买了四件三百万的好赞 这个人 以后你们可以跟他说 我们送给你梅子粉 他送给你新竹栽 讲到这个才好笑 巴勒票是他开的 说赖清德你的那个赖皮疗 人家已经捐成做公益了 我们都做公益了 那结果你呢 你把他穿到那个巴勒帝 巴勒帝现在纱草重生 还被新竹市政府依废弃物 清理法要求他限期改成 目前还没有 所以巴勒票是他在开 然后我还讲他的立志的故事 第一届新的民进党的血 那民进党后来看不看不看不看 不跟他合作 第二届呢 他也名字真的好 就晒到 边投票 边看那个开票 所以最后丁守宗的票 被他整个吸到 他后来选剩三千票 然后就台北市长 但是后来他就知道 民进党不能再吸 民进党没办法跟他吸血 所以下一次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盯上了国民党 我现在总算懂了一件事 为什么11月15号那一天 他在我们节目上 就在我们面对面的时候 他一副就是 就是器械投降 他就是跟他做副总统 而且他已经开始讨论说 他要的是什么 法务部长 他要金管会组委这些 那为什么回去以后 刚刚也面临到 回忆在那边哽咽呢 我现在就整个通了 没钱啦 他如果那时候蓝白盒的话 他确实有可能当选上副总统 但是按照国民党的规定 这个总统副总统的 所有的选举补助款 是要回捐给党中央 他一毛都分不到啦 他当个空壳的副总统 是要冲三回啦 最大回去撕毁蓝白盒以后 他现在就是 第一个他还可以继续割 阿伯不放弃 小草不放弃 这第一个 第二个票有没有冲起来 有冲最后冲到369万票 所以才有一亿一千万嘛 这 我现在觉得为吴欣赢爆区 好歹你也是总统副总统 两个正负候选人 这个一亿一千万 民众党拿掉三分之以后 另外三分之后 全部阿伯拿走 吴欣赢一毛都没分到 你可以说吴欣赢有钱 但是重点是 你也要尊重人家是副手 所以他现在整瓶碰在这 所以真的就是人家说 一虎反顾老师 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中 你知道今天网友 酸到什么城 这两天网友 他说 柯文哲 calling 连KMT都可以嘴你 为什么 柯文哲不是说 每个政党都是这样用补助国吗 所以我听到国民党跳出来说 我们从过去 马英九两任 补助款三亿多 全部都捐到党部 然后韩国瑜 选总统 全部的钱捐到党部 侯友宜全部的钱捐到党部 所以现在国民党 比民众党清廉 可能 他被PDT网友酸到 你这段是要骂民众党的科皮 还是要骂国民党 还是要骂国民党 就相对于国民党 在PDT网友的心中 现在连国民党都可以出来 尝试民众党 我平时跟你讲 民众党最后被打到 8% 10% 基本上在 我们在讲都会区的选举 议员的话 一区一席基本上还是有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就是说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阿伯不能倒 但我真的觉得 最后再讲一句话 柯文哲你真的是蛮憋山的 那为什么 你出卖你50年的同学李文忠 你什么东西啊 李文忠是你高中同学 剩下的学长 两个同学学长 那你们两个当初就是一秋之河 光他排队就是这样 狼狈为奸 那现在出事了 李文忠直接开除党籍 端木正直接开除党籍 黄珊申停权三年 而且还有党内一股声音要他实力尾 进周刊 进电视的调查里面 最该负责的人 43%认为是柯文哲 请问你柯文哲主席 现在做了什么事 你有停权吗 我觉得你至少来个停权嘛 你说你不开始OK 那你停权吧 停权当主席就没了 不是啊 我问你嘛 你就是叫他党主席辞吗 我没有说他要辞 但至少你要个负责的态度 我问你 那凭什么李文忠 端木正 黄珊申都因此受到处分 而最该负责的 网路上调查最高 43%认为该负责的柯文哲 你倒竟然完全置身事外 拜托 你有点尬词好不好 说悟信50年的什么 什么同学 李文忠 拜托 可是这整件事情 一路稍后现在 你在媒体上面 现在开始闻到 有一点氛围 一彩 这个要问你 我每次这个 因为你跟柯文哲 共事过这么久 媒体上面有说 民众党里面 已经有人开始在酝酿 柯文哲该不该 辞党主席这件事 民众党能够受得了 没有柯文哲的民众党吗 柯文哲辞了民众党 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因为现在大家讲说 除了刚刚大家在讲金流 所有这些钱 买房的问题 现在账 我也不懂 蔡壁如今天 然后媒体上 也报一个账的问题 蔡壁如今天出来讲的意思 他解释得非常清楚 其实你今天看蔡壁如 面对镜头的状况 比起柯文哲 他们在最近 那个仗的问题 面对镜头 要来得好得多 我看他真的 就站在那个镜头前面 你们随便问 你们该问的什么 反正他就 大概就这样解释 可是这时候 又爆出来这个 你不觉得让大家觉得 这你们还在内斗吗 内斗成这样 柯文哲 如果民众党 真的没有党主席 是柯文哲 民众党还走得下去吗 民众党在 2026或2028 基本上是没有局 因为他有两种死亡的路线 第一种死亡路线是 柯文哲做党主席 就是被柯文哲拖到垮 因为柯文哲 接下来面对 不只是政治现金的财务问题 他还包含着 所谓的三大案 所有的司法的问题 这个是被柯文哲 多少事 但是如果没有 柯文哲叫内斗到死 包含是蔡壁如派 陈志涵派 黄国昌派 各种声音都有 还有点黄珊珊 不要忘记了 北市的那四席议员 基本上都是黄珊珊人 所以他们不办这场 不办这场座谈会 到底是为了保珊还是保科 未来黄珊珊跟这四位议员的关系 会怎样变化 这个议员叫实权派 他们真的叫做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民众党的基础 绝对不在不分区立委 不分区立委两年条款 一实施下去 大家都不用做了 柯文哲一怒下去 你们谁拔掉我就拔掉谁 开除谁就开除谁 立委都没得做的 民众党的基础在议员 所以这些议员才是最后 我们看民众党这个党权 会移转到哪里的观察指标 因为他们权利在这些议员 而这些议员面对的 叫做2026人的选举 他们到底会不会因为自救 来一希望柯文哲下台 这个是柯文哲接下来 会面对的很严肃的一个议题 他们到底会不会因为自救 来一希望柯文哲下台 这个是柯文哲接下来 会面对的很严肃的一个议题 而这个严肃的议题 柯文哲有没有布局 有哦 他的布局叫做三步嘛 第一步我在党纲党章里面 去修改所谓的纪律评议裁决条例 我不管碰到怎样的司法案件 视情况而定 中平会敢不敢开除我 那我看黄珊珊的目前这个例子 黄珊珊都只停权三年 表示柯文哲的手 目前还伸得进去中平会 他可以控得住中平会 控得住中平会 他就测试成功 你们中平会不敢开除我 柯文哲了 第二步棋叫做黄国昌的卖生器嘛 党内最有声望挑战 柯文哲是谁 当然是黄国昌嘛 所以他为什么在11月的时候 他已经预见到 未来会有这些争议 跟黄国昌讲说 未来你党内的事务 你不许多言 而且你所有的决定 要听我的嘛 第三步棋叫做蔡壁如嘛 蔡壁如虽然远在台中 看来他跟柯文哲之间是有联系 他虽然不进到党中央 但是随时都可能进军救驾嘛 所以你看蔡壁如不断的上专法 去攻击所谓他旁边陈志涵 重点不在于陈志涵跟蔡壁如的斗争 重点在柯文哲希望下面的斗 希望你们下面的草老乱七八糟 希望你们内斗 因为你们内斗的越厉害 你们就越不能没有柯文哲 这个是柯文哲在统治术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民众党我觉得我个人判断 即使柯文哲现在的声望这么低 那么多人要他负责 但是他已经布了这三步棋 这三步棋都是为了保住他党主席的这个位置 那保住党主席这个位置不是他要参选 即使他要参选 他可不能参选都是一个大问题嘛 因为司法就有司法上面的规定嘛 你可能一省有罪 可能就不能够参选总统或二省有罪 我们要看一下规定 但是重点来了 民众党现在的民调虽然叫做全额交割股 但是他资产很漂亮啊 他的资产每年有1.5亿的禁流入 有80的立委 还有一张总统门票 这个资产 柯文哲可能都在想说 假设我不能选 我能选我继续再义无反顾 再烙意志 那如果我不能选 来跟我买啊 我可能还是再赚一笔啊 柯文哲从政的历程 你要从2014 2018到现在的2024 不要忘记的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在算选票 只有柯文哲在算钞票 那个专访完 接下来是什么 军乐会 军乐会破局之后 他在想什么 想他的2亿美金 想他为什么没有人给我2亿美金 说你们国民党要下来的2亿美金呢 这个东西都是柯文哲的核心价值 他的核心价值都不是选票 都不只是权利 他最核心的价值 其实都是钞票 OK 小平 国民党现在看到这样 因为一直都有蓝白盒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然后包括他还在讲 联帅也讲说 国民党不落井下石 也是非常实际上的 有蓝白盒的一些考量 或什么 只是昆德自己的人设 如果变成这样 大家也没有办法 那可是现在都已经搞成 是这个样子了 你看他们现在 说实话 你告诉我 蔡皮鲁跟陈志涵 他们是不是在内斗 当然 对 大家在政团看起来都不讲 因为讲话 一点都不用遮掩 都直接大蜡 直接对干的感觉 那你们国民党现在 还是寄予厚望 就未来蓝白盒这一块 内斗 跟我们他巴西 我们蓝白盒要切开 这样子 是刚刚义赛讲的是没有错 他只剩 他穷的只剩两件事 票很少了 阿伯以前六十几%的满意度 现在二十几 那很简单 六十出于二十 就是剩下三分之一的票 就是那个小草的票 然后他第一个值钱的是 他还有巴西 第二个是他每年 一万五千 一五的那个政党 一票五十块的钱 这拿掉 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觉得他现在 其实他最恨两个人 一个是黄珊珊 一个是赞兰小姐姐 为什么我这样 那个时候本来 那个邓家鸡的靠山 是不是就是姚立敏 姚立敏介绍 当第一副市长 那姚立敏就闹翻 那本是绿的嘛 后来第二阶闹翻了以后 然后呢 蔡碧鲁就联合黄珊珊 黄珊珊很想要 那个副市长的位置 蔡碧鲁跟他们两个 跟他们两个女的很好 然后怎么样 就把邓家鱼斗下来 斗下来之后呢 从此以为这两个女的相关无事 斗争刚开始 我跟讲斗下以后 他想做第一人 他还是副市长还是第二人 第一人还是蔡碧鲁 因为办公室主任 他就要让蔡碧鲁远离 阿伯这个权力核心 就好心一脚把他踢到二楼去 让他当部分区 部分区的立委 因为他的实力还在 所以还是有安全名 他还是做到了 好那就去 慢慢慢慢他就会离间他 阿伯耳根软就听 就开始讲他的不是 联合这个陈志涵这些女人 他就以他为权力核心 他最节纪他副市长 好那结果呢 那接下来 你去 今天你就不要再斗蔡碧鲁了 你就让他在台中 就让他再不分区就好了 没有没有劳过他 用名称叫做高鸿埃 清卒市长 然后抄袭16% 学伦事件 学伦事件就把他斗下来 斗下来你以为蔡碧鲁 从此命运就没了吗 就是好像就顺遂 不是啊 你去选一把他发费边疆 还叫他去屏東选 这太坏了 我觉得 他本来最想的是中正万华去 他要选万华 我知道 他最想选 然后邱成远也想选 然后被余美人赶走 对 然后他要选万华 那就找他的闺蜜余美人 干掉他 你知道 然后后来邱成远去 又干掉邱成远 故事可精彩 这个好 那你去屏东选 他万华不可得嘛 然后呢 他到台中嘛 总比平都好一点 你以为放过他啦 阿伯要去站台 不准去 阿伯要给钱不准给 可怜啦 蔡碧鲁就丑很深到 然后他最恨的还不是 黄珊珊 他最恨谁你知道吗 最恨的是黄珊的后话 叫战狼小姐姐 你知道就是你什么 老娘全起一时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民众党政不顾的时候 然后轮到你来 我是落难的这个什么 就是可怜嘛 他落难了 你还来搞我 还帮着黄珊搞我 他是恨这个好不好 我就把他剖析的 我补充啦 战狼小姐姐说 市府顾问不宜介入党务嘛 对啦对啊 如果市府顾问不宜介入党务 今天没有台湾民众党啊 为什么呢 当初就是 不是介入党务喔 介入政党活动 还不是党务喔 当初就是蔡碧鲁 克文的犹豫不决的时候 蔡碧鲁去内政部 去把他的资料登记了 蔡碧鲁那时候职务是什么 市府顾问兼办公室主任 对然后邓家基反对 他认为说比较灵活 可以吸收来力 就不要弄政党 蔡碧鲁坚持要弄政党 那当然 蔡碧鲁力量比较大 那客问者为什么同意的 因为客问者问我 我给他的意见叫做 因为你想选总统 如果你学郭台铭联署 你要花好几亿 你成立政党 还有政党补助款 还有四五席立委 你根本不用花自己的钱 他马上就同意了 你看他从政的所有历程 是不是都在想钱的事情 好那结果呢 玩游戏也没有放过他 上次他不是 对对对 两人三角 额满了 那他们就跟蔡碧鲁讲 你不可以玩两人三角 你可以玩一人两角 你自己跑 那后面是你自己家的 这个我自己家的 所以他是恨啊 斑斑血泪啊 有时候蔡碧鲁会聊吧 聊一下 所以这个内斗 我认为才刚开始 好不好 女人之间的战争 延禧攻略才刚开始 可是阿淼 你不觉得刚才好 刚才为什么会放 刚才那部片子 因为那部片子 是在过程当中 是去年选战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从签了六点协议 一直到那部片子出来以后 那句名言 你们不放弃 小小不放弃 阿伯不放弃 多感人热泪 但是到了今天 今天媒体上还有到 我不知道那个业者 是怎么知道的 说陈沛基没有放弃要买房子啊 说业界也传 我也不知道业界这一段 是怎么传出来的 可是你所有这些 包括刚才大家就讲到这 对小草的心 真的伤到这样 对 你最近看有几个民调 都出现了很多 包括反感度啦 所有那些 可是有一段 各位 信任度是很重要的 你们如果真的觉得 民众党科批 伤得这么重 最近这几份 包括讲到信任度 支持度 所有这些 各位知道 柯文哲这次选战 哪有多少票 百分比 三六九吗 二十五 二十五趴 二十六 他选战 全国二十六 台北二十五 全国拿了二十六 二十六点四趴 对 如果照这份民调 他的信任度 有二十三点四 各位你知道信任度 我常讲信任度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在节目里面 举过那个电视台 八点档跟新闻 八点档 每一档上上下下 没有人会在乎 反正这一出 鬼怪剧不中 下次就偶像剧 下次校园剧 新闻 那是信任度的感觉 如果新闻一旦收视受影响 那很大 再怎么这次大家都觉得 伤成这个样子 柯文哲信任度 还有二十三点四 总统大选 他得票 不过是二十六点四 讲成这个样子 他不过伤了三趴 不是不能这样说 那怎么解释 好我讲话 信任度二十几趴 头帅一定不是二十几趴 现在赖金的信任度是六十趴 难道现在头发就有六十没有 信任度 他的信任度没有六十趴 赖金的那个叫满意度 我常讲满意度支持度 跟信任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如果真的看 这份民调如果照这样看的话 他还有二十三点四 柯文哲大可以跟所有的人讲 你看看我的信任度 不是支持度 小草还是在我身上的 他以前信任他 信他还六十几 开了二十六 现在信他二十几要开几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整个看出来 如果现在投票他不会这样 可是他就是有这么多 他给你看 还是有啦 一份民调是八月十二号到十四号做的 一份民调是八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做的 最近的这一份是八月二十四号跟二十五号做的 买房子商办还没有列进去 在这三颇民调里面还没有买商办的事哦 所以商办才是最商 你讲这商办就最商 商办就很好 之前都叫做犯鹰的 所以那一个东西你只是传说 你看买看1.2亿的房子 看小宅啊 看什么 大家都认为那是没有实现的 只是看而已哦 但当你买了 前面的民调全部都是你去看哦 但是民调全部做完了以后 隔一天买了 被证实买了 而且完全没贷款 对 所以这个民调里面 是不是在下个月或什么 又有新的数值出来 会不会送到四千三百万的影响 所以阿弥雅 即便对小草债庭吧 当知道你完全没有贷款 可以拿四千三百万 不管你的理由叫做选举补助款 叫什么 一个一次能拿出四千三百万不用贷款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即便你在选择也不应该会这样啊 一次能拿出四千三百万不用贷款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即便你在选择也不应该会这样啊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商办事件 我觉得最大的杀伤力 倒不是有没有违法问题 因为竞选补助款拿去买房 你很难说他法律上有什么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相对剥夺感 极其不合理 真的是极其不合理 就算你真的单纯用所谓理财观点去看 都超级不合理 因为第一个看实价登录 他显然买贵了 第二个他说要开个人办公室 结果现在里面是租给别的公司在做生意 所以他不是要开给个人办公室 他是张包住工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的现金 你从竞选补助款来的是 全部砸在这一间上面 这对你发展什么党务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呀 因为你发展党务 你发展你的这个政治 你总得要钱吧 结果4300万压在一个房子里面 这个完全都是莫名其妙的操作 就算纯理财观点都是莫名其妙的操作 可是他这么做 所以你刚刚提到民调嘛 这民调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是不管前后怎么变化 你会发现出社会越久的人 越不信任客观者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社会经验一直累积 你会发现这个人异常 他所有的行为 跟他所讲的理由全部都不容 因为你如果有点社会经验 这种行为啊 看起来就像是 急着把现金换成房产 才会去做的事情 他有什么理由 急着把现金换成房产 我们不知道 可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不是经商 他不是什么 为什么急着把4300万的现金换成房产 急着买贵了 里面还有人租 我现在没办法用 因为多了钱烫手 他今天刚刚张一善讲了 三张那个传过来传真 你说把那几个资料单据 列出来给大家看 是不是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一亿一的买 一个是 那个就是不用发票的 不用收据的现金 买房子啊 因为小平社会经验丰富了嘛 所以他就会认为说 你干过吗 你干过同样的事 因为他2014两笔钱 我才灵感才来 所以为什么刚提到信任度的时候 他的不信任度现在飙到七成 快要追上共产党的不信任度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所作所为是完全违背常理 前面政治现金的那一趴可能有法律的问题 再加上后面选举补助款的这一趴 他完全是政治诚信的问题 如果大家还记得 他上礼拜才po一篇文说 大家不是质疑他的诚信 是质疑他知果能力 结果神预言了嘛 你现在诚信也接着彻底破产了 是整整体是这样的状况 其实刚前面播这个柯文哲 以前这个泪流满面 T4纵横的这些影片的时候 对照现在来看 你会发现他的政治表演张力非常强 就是如果说我们政坛 有一个政治表演的排名 他恐怕是首屈一指 因为他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都去做一个演出嘛 你回顾前两个礼拜 他政治现金案刚爆发 大家讨论的时候 他直接摆了一副他不知情 直到后来大家才发现 监察院寺院就跟你讲了 你这样有问题啊 你怎么一直说不知情 然后呢对于他的这个木可公司 他也讲了一副 好像他都没关系的样子 现在从检调的调查里面 可以发现李文忠李文娟这些等人 你旁边的这些亲信跟木可公司 就是千丝万缕嘛 甚至上礼拜在讨论看房子的事 他还脸不红气不喘 直接讲说就只是看看而已 又没有买 好像他忘记了 他在济南路有一件事上班 而且我记得柯P在那次 你刚刚讲的那个 他还特别讲说 其实他们不用装穷啊 他把那个房子 他们家现在什么杭州的房子卖掉 哪一个房子卖掉弄一弄 其实他们还是可以买得起 他有卖掉吗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政治表演 是非常炉火纯青的 讲的好像说他要卖房 才能买新房子 我不用 甚至连房贷都不用 现金直接买了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在政治表演上面 然后你现在可以看到说 这个前两个礼拜 有很多他的支持者 还在把他护航说 不然你看看赖清德的老宅 赖清德怎么样的时候 还可以再回想起 当时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还酸过赖清德一句 真的非常酸 他说要去人家老宅 前面开直播 让他哭得更大声 那时候一酸下去 哇他的支持者整个很亢奋 结果今天赖清德的老宅 已经设立矿工生活纪念馆了 结果柯文哲被爆出4300 他弄这个有配合剪掉的节奏 有有 不然讲 那么鬼扯 社会观感都很顺 我觉得很厉害 除非你要说他4300万买商办 是民进党害他去买的 但我想民进党也没叫他去买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满意度 跟信任度种种会出现落差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帮助 并不是说因为赖清德真的做了 非常多的政绩已经出来 因为才100天要什么政绩很难 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说 过去被柯文哲号召这些对现况不满 他的300万票这些选民 看到这两个礼拜的发展 一对照之下 他发现说原来过去他 一直在看柯文哲演出的这个 不是真的 而是他演出一个连续剧 那现在这个巨块要取忠人散 这个里面的主角人色破灭的时候 当然在政治表态的板块上面 会有一个非常剧烈的移动 其实为什么刚才讲到 这个矿工生活经典馆这块 其实我觉得这几天在节目里面 包括刚才要问一中讲 新竹那块地卖了没有 我不是说你要卖掉了 但是选战的过程 因为大家都不是失忆嘛 选战的过程 每一组候选人都被检讨到 房子的问题 然后每一组候选人 大概多少都做了一些的说法 譬如侯友宇那个是 后来大集馆说要有一些的房子 拿来当做学生什么什么这些 然后那时候赖庆德阵营的时候 是讲说这个房子 就要当做公益 对 公益信托 然后柯文哲阵营是说那块地 是说就卖掉嘛 不赔钱卖掉 不赔钱卖掉嘛 那要变成矿工生活经典馆 当然不是今天说明天就变成嘛 意思是说讲完的再往下走 那侯友宇这边这个就 那时候就已经直接说 那做有几间做学生啊什么的 那我不是说柯平你的地要 已经卖掉 而是你如果要卖 就你好歹要 房子跟地不是你今天买 今天说卖明天就卖掉 可是好歹要有那个动作 表示我已经 我已经交了仲介了 我已经做了什么了 有立委下去新竹谈 头前夕备源道路 要变更啊 要变更啊 要跪一点啊 有动作 双木铃嘛 有动作有动作 不然也真的农地农业 至少假装做一下 头前夕计划对于竹北跟新竹是重要的 我们不要因为柯文哲的地 农地 他要等到变更 建地在卖 对而且那个交易 我们都要看是不是人头 我自己也讲到 可能是人头 你会叮老是不是你 我一定觉得叮老了 看那个是不是人头 有没有看到小平在讲到 就是包括 其实现在蓝营的人 虽然蓝白河对民党来讲的话 在立法院 一直从二月一直到现在 生活未来 如果蓝白均一合的话 对民党在立法院 一定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关卡 但就算发生了这样一事 你看小平刚刚讲 那个房子跟蓝白合不合 这些所有事情是要分开看嘛 分开切开 切开会干嘛 他们还是会这样讲啊 我觉得小平实在是太现实了 你现在看他讲话很有技巧 他说在立法院蓝白河 跟这个柯文哲这个事情 蓝白河要分开开 所以他们在立法院 还有那巴西剩余的那个价值 要好好善用 所以在立法院 他们是遵从这个民众党 但是对于党主席柯文哲 这个非立法院之外的失误 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民众党要好好的解释清楚 所以你看他们在骂柯文哲 骂党务的时候是很凶的 但是回到立法院 那又是另外一块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分裂 不是说小平人格分裂 而是说这个在处理 我们高层打三不打磕嘛 所以啊 那你刚好骂柯文哲一起骂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这件事情 我认为其实最痛的是 除了那些支持者之外 其实跟着他发展党务的这些人 我都先不要讲蔡壁鲁这些 因为这些毕竟那些在地方上 就是追随柯文哲的人 发展党务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痛 大家知道其实发展党务没那么容易 你知道这个出门 这个开门期间是柴米油盐降醋茶 地方党部一开张 就是人事费用活动费用 各种费用都要 那你以一个新兴的政党来讲 民众党真要发展 他一定要重视地方基层 而且他之前不是喊说 下一届议员他要多少席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地方党务要发展得很积极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这笔钱 不要说4300万或是7600万 这笔钱对地方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利用这个总统大选 这笔选举的补助款 好好的用来地方党务的发展 或者是各种活动的举办 例如说选举的时候 我们是这个要负责服选 平常在地方我们做公益 例如说我们办很多的捐学 东令救济或者是 这个祭出一些急难 这就对党务发展很好 那这笔钱很好用 可是你看他们台南市党务说 办一个活动 说你怎么给我报 400多万的场地费 我根本一段好钱没有拿到 那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你会让大家觉得 地方党务会有剥夺感 所以我其实对2026 就是说民众党 如果是这种态势的话 不管他现在的信任度 支持度满意度有多高 如果他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我科文泽 4300万去买这样的房子 然后我对地方发展党务 我就弃之不顾的话 我认为这个未来 恐怕要榨根基层 这种困难的事情 而且这个会让大家觉得 就是说你这个民众党的 这个言行落差太大 所以我觉得这种相对剥夺感 不只是在于支持者 而是在跟着科文泽 从事党务工作的人 都会很脆心 你这个民众党的这个言行 落差太大 所以我觉得这种相对剥夺感 不只是在于支持者 而是在跟着科文泽 从事党务工作的人 都会很脆心 OK 那其实对科文泽来讲的话 这些好你说 选举不足夸 它可能是大家在政治轮椅上面 很难想象会有人这样用 但它不是法律上一些问题 科文泽最大的一个关卡 会不会真的出现在市长任内 然后包括不管是 金华城案或是北市科案 今天最新的一个讯息 包括北市科案 那检调是不是也传了 相关的一些人 等于这个案子 也已经开始在启动 那金华城案就不要讲了 包括从副市长彭震生引降很多的都委 然后大概看起来已经传了数十人之多 那包括彭震生前副市长 也已经到台北市议会的大小组里面 也已经大概也已经做过 描述过一些三万那种 小平 这是你刚才讲说 为什么你不用滚丁床的原因 对啊 因为那个彭震生副市长就来嘛 来啊 他讲了几个很有意思 很关键的一个点 第一个 他说不管是这个议员 不管是金华城 在2020年3月10号 把他送入都委 这是重点 对吧 之前 他认为不可以送入都委 因为他送入都委 就一个单位可以送 就是都发局局长 就是工对工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就任何议员不可以压迫 由上而下 市长都不行 他就反对 就一直跟柯文哲 抵抗他的说法 然后呢 他甚至说 他送进去这个 后来3月10号不是便当会吗 那后来4月份不是过了吗 让他进入那个都委会吗 他说他没盖章 怎么样 厉害 他没到 没盖章哦 那是 那是黄锦帽盖章哦 然后柯文哲盖章 这第一个章 多一个章了 我们知道是柯文哲那两个章嘛 这第一句话 就他一直抵抗 他说 第二 他说 我问他说 你是不是污点证人 这个一定要问的嘛 他怎么讲 他说不要讲污点证人 这个 我也不晓 我这样讲污点证人 这个检察官高不高兴不高兴 反正我就问我什么 我都打时问时打 他而且他 他没有否认 但他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 然后他又说 检察官 他说他 跟检察官讲 在其次上 是柯文哲指示 我不能 我没有盖章的是一件事 你自己盖 那实在我有时候非盖章不可 都是柯文哲交办指示 这咬他了 这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他说 这鬼月嘟到贵了吗 他是不是2020年3月 三次应小为的便当会 第二次是2021四月 第三次是2021的八月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一次送入都委 第二次2021的四月是干嘛 就指定黄锦茂 都发局长当PM 全力协助此案 那第三个更厉害了 2021的快成功了 八月的时候 指定彭正升 升级哦 从这个经济商变商务商 PM变成副市长 彭副市长 公务副市长 而且他是身兼都委会的主席 主任委员 我是彭正升 然后怎么样 通过什么 通过说 全力协助送都省大会 快成功 快拿建造了 就这样过了嘛 彭正升怎么讲 我没有去第三场的便当会 那时候我事后 我没有影响 我事后 他们拿那个 开完会 那个便当会 也是有 会议记录 看到我想不到我变成PM 他在里面跟我们这样讲啊 我们那天就有六七个 所以他说他根本没出席 他没出席 但是 对 卷宗里面第三次有他的名字哦 好我简单讲 我也不要完全相信他 然后三次是不是黄珊珊都有 好 那他可能出席 可能不出席 我们不要讲那么武断嘛 可是他觉得 他否认了找我当PM 我事后才知道 这也是事实 好 好那只有两个结果 一他说谎嘛 就是他有去嘛 可能没讲话 第二个就是他没去嘛 那今天因为我认为 他很可能没去 我才去告黄珊珊 那表示你所有东西 第一个 任何第一场第二场 是确定没去的 没有话说 第三场我们打个问号 好不好 然后第一场第二场 也进入流程 也都是图利啦 那你公务副市长没去 你市长跟非公务市长 黄珊珊 你凭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有没有想过 就图利这两个字定义吧 大律师在这里 好第三次如果他真的 没有去的话 那更严重了嘛 所以我们 那我就今天就请检调 调一件事情 我们去调的录影带 没有录音 那便当会 那吴碧珊当议长的时候 就是议员互相尊重 个人的便当会都不能调 都不能调 都不能调 好那可是有人数记呀 小妹在那边打字很快 所以我今天去告 还有我就提醒检察官 拜托他 赶快把那个数记呀 那三次便当会全部拿来 就很清楚 黄山帮了什么忙 柯文哲帮了什么忙 黄几帽帮了什么忙 很清楚嘛 就这个是重中之重 所以我看 我滚丁床的机会是 微乎其微 来阿淼 因为你本身也是学法律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 对彭震生来讲 最重要那几个词 是不是就在于 什么上面交办啊 他没有签啊 然后是科签啊 类似像这样 是整个案子最重要的关键 我的感受是彭前副市长 在无能跟违法之间 他选择无能嘛 他给他这个定位啦 摆烂 其实有摆烂 对对对 因为我昨天问了几个关键 我自己想知道的啊 比如说他们有没有跟 柯前市长讨论过 金华城的案子啊 然后他的答案是 只有一次很久以前 当时都还没有什么 便当会这些之前 他就柯文哲问过他一次 是关于允建楼地板面积的事 之后他们都没讨论过 那我就觉得很诧异啊 因为之后他不是叫你当PM 他便当会指定你当PM 你们都没讨论过 结果他一口咬定 对都没有讨论过 他甚至在加码 他说啊 这个柯文哲市长叫他当PM 他也觉得很奇怪 他也觉得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 因为他是都委会主席啊 他是裁判啊 结果柯P只派他当金华城的总教练啊 这样不对吧 对不对 这是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 结果彭任森的说法是 他是看到会议记录 才知道他变PM 他也觉得怪怪的 那我问他说 你有没有跟柯市长反应 他也说 没有 我没有跟他谈这个 那我问他说 那你后来怎么处理呢 他竟然讲一句很经典 他说我就是吴作为 他这样说 他又说他滴血 那差点死掉 那妈妈作风四十年 老婆跟江慧要晕眩症 他有讲 把他的苦都讲出来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案子里 他无作为 唯一一个他有否认什么 他说攻展 都市计划 攻展这个必要的程序里面 为什么照理来讲 就是副市长决就好 为什么只这个案子 刨给市长决 他就坦诚 他说 因为他里面有写一句话 叫做准用容积奖励 他觉得这怪怪的 所以他不决 但是妙就妙在这里 我说那你不决 你给市长决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市长讲说 你不决的原因 最妙的是他说 没有 我都没有跟市长讲 然后我说 那市长前以前都不问 这就厉害了 所以我跟他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 市长是自己要决的 是不是 你都没有跟他讲 他自己要决 这是市长自己要决的 所以你看了整个彭胜生的态度之后 你发现他非常坚持 他不当语文 他不当 他不帮柯文哲承担 当那个老子李尔 吴威威 这个非常奇妙啦 就是说照理来讲 市长跟副市长 他甚至指派了副市长 当这案子的PM 但是按照他说法是 他们从来没讨论过这案子 这显然不合理 但因为柯文哲没有来嘛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跟他请教 到底过程当中 是不是如同彭胜生讲这样 彭胜生的态度之后 你发现他非常坚持 他不当语文 他不帮柯文哲承担 当那个老子李尔 吴威威 这个非常奇妙啦 就是说照理来讲 市长跟副市长 他甚至指派了副市长 当这案子的PM 但是按照他说法 是他们从来没讨论过这案子 这显然不合理 但因为柯文哲没有来嘛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跟他请教 到底过程当中 是不是如同彭胜生讲这样 但谁一定会问 我认为检调一定会问 尤其柯文哲 他盖章这一点是事实 那假设说他要找一个人帮他担责任 他一定要告诉检调说 是谁叫我说盖这张 是谁跟我说这张可以盖 那过去包括柯文哲也好 黄国昌也好 他们都说咬定说 这是都委会通过 但现在彭正生都委会主席 是柯文哲指派的金华成案的PM 这两件事情就把柯跟都委会连在一起 那连在一起之后 彭正生现在是这个态度 柯文哲找不到余文 这件事情会成为柯文哲的大麻烦 我补一个他讲的很有趣 第一场叫做白仁德反对嘛 三场专家会议对吧 第二场第三场 那他就当主席嘛 那可要选一个委员里面 挑一个主席嘛 我说那个彭副 他说谁要当互推 谁有热心当主席 一个叫周国臣的委员 那个是护航派 就举手 选我选我选我 就这样当主席 第二次跟第三次 是这样子产生 你说是不是胡闹 这个事故是不是 好那这件事情 因为台北市议会的调查小组 已经调查完了 然后包括检调那个地方 尤其调查官那个地方 大概如果你暂时 当然柯文哲也直接喊话说 要就赶快传 OK 其实也不用喊话 因为照程序来看的话 也差不多 时间也差不多了 OK那大家就只是在看 如果柯文哲真的去应讯以后 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 结果是有任何强制处犯吗 还是没有任何强制处犯 但这就是法律点 法律点上面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当然非常重要一环 今天在国内政坛 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那今天 行政院前副院长 郑文燦的那个案子 社探的那个案子 今天检方征结 征结以后呢 直接起诉 然后一般现在检察官 几乎大概起诉以后 都不会具体求刑 你看大部分的案子 现在大概最多讲说 求处重刑或什么 但这个案子 检方直接求处12年重刑 然后就直接讲了一些 当然现在检方起诉 大概都会有一些形容词 全部都在这个里头 一夫 除了这个案子 起诉了吗 具体求刑12年 检方正或在今天的记者会 我在前一阵就跟观众朋友讲 这个案子的结果 一定会有记者会 那因为是涉足案件嘛 他一定要做一些的解释 那里面包括讲说 还有六百多万 他们在他们什么案柜 找到六百万 另外再查一个 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 对 所以这整个案子的话 还会一路再往下烧 我觉得这个案子 其实你看当初 办洋文科的时候 独立罪 他还有另外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罪 另案办理 那你这六百多万 基本上 你依藏在柱子里的案柜 两个冰袋 然后当然会去叫 要求郑文燦交代这些事 那这个案子如果说明了半天 我怀疑你这笔钱不争当 但我无法直接去证明连到 那个公务的案子的时候 你这笔钱我怀疑你又交代不清 我一定是财产来源不明 另案办理 另案办理 你看杨文科那一个案子的 他公务处处长 那个藏宝图被找出来这么多钱 他被起诉的理由是 土地罪及财产来源不明罪 不是贪污罪 不是贪污罪 所以这一部分一定是列案 列案那个财产来源不明罪 当然你列案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前提是说 我要查这一笔钱的真正的金流来源 你比如说我查杨文科来源不明罪 那里面会不会产生 厘清跟某建商是有对价关系 如果一旦厘清是有对价关系 那对不起 他的土地还要加增一条叫做贪污 马上就会变贪污嘛 所以他那个钱一定会离清 那另外那个五百万 我觉得那五百万那一个 你看检察官里面的说法就蛮有趣的 因为郑文燦一直说不知道 他说不对啊 给你的时候是银行的绑条 牛皮紙带 你还的时候是橡皮筋 你一定动过这笔钱 你动过这笔钱 刚才我们才4300万 检察官有告诉你 这一个案子有告诉你五百万重5.53公斤 4300万 柯文的重47点多公斤 因为检察官有算出来 5.53公斤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无聊嘛 算一下4300万 因为陈贝奇的骨质疏松 还不能拎不动 算一下4300万嘛 这一定要算一下嘛 那这个检察官认证了5.53公斤嘛 那这个案子你说 他说里面很简单一件事可以写到如此细节 还有什么去对话怎么样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嘛 里面积压的人一定有如此讲的 不然检察官会可以讲到这么细 怎么进去的什么紙带里面 然后银行领出来的绑的是零银行十万块一捆 是零银行的绑条里面 在装了一个牛皮纸袋 再装上一个小黑纸袋 你说可以描述这么清楚 一定是被羈押的当事人谈的嘛 被羈押的当事人谈的嘛 而且当然你又看到 不管是高安 不管是杨文科 不管最近起诉的案子里面 其实他只有告诉你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 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 贪污治罪条例第十条第四条 你比如说林芝庙是第四条十年以上 高安是七年以上 杨文科是七年以上 那个五年以上独立 你看很清楚一件事 他都只写你犯了什么罪行 几乎没有求刑 那看来这一次 检察官可能在之前积押来积押去 搜索不行一度子怒气吧 干脆就把你写一件 十二年绝对是重刑 十二年绝对是重刑 你可以看得出来 检察官基本上在办这个案子 某种程度上的那一种 心里面的态度 我要搜索不行 我要鸡押你郑文燦等等一些问题 我觉得那个心态上面 可能是让他 让检察官直接就说 我直接就把你写下去了 郑文燦前副院长今天 征结起诉 当然还是一样 针对所有的司法案件 我在节目里面都会讲 在最后判决定验以前 都是以无罪的角度 去看待所有的一些问题 包括在政坛 大家看到 你说柯文哲 包括四千三百万 不用贷款 去买了房子 所有这些 选举普通款 或刚才所有的来宾 会质疑到一些 金流方面一些问题 柯文哲说 要开记者会 要把他讲清楚 时间会落在什么时候 到时候会有如 当初MG149 2.0版吗 让所有的人 问到宝 问到够 后面的所有资料 能够看个清楚 讲得明白吗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现场 所有的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你有收看 谢谢妹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